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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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一切的撒旦魔鬼都会败给主耶稣基督 求我不帮助我们 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有新的生活 有新的开始 使我们得到主的引导 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使我们行善事 做善事 我们相信主赐福于我们 我们相信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行善事 做善事 给身边的人带来帮助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祝愿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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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切地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马太福音23章10节 真切地祝愿大家得到主的保护 得到主的引导 马太福音23章10节 马太福音23章10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阿们 我们的师尊 只有基督 引导我的只有基督 而我们总是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指导者 靠自己而活的人都会失败 自己来决定 自己来做主的 都是和基督没有任何关系的 投靠自己 依靠自己的都会失败 而且走向败坏 提摩带前书六章九节 投靠自己 依靠自己的人都会失败的 那么指导我的 指导我的只有基督 而且是唯一的 我们的师尊是唯一的基督 那么我要属于基督才能得到基督的引导 而我们呢 总是为所欲为 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以为自己做好事了 但是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以为我做的好事 那都不得到认可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悔改呢 甚至不愿意悔改 不承认自己的罪过 不坦白自己的罪 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义人 我们总觉得自己没问题 都是别人的问题 我是罪人呀 我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说我没有罪 不承认自己罪恶的人 心灵都不喜乐的 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 这都是因为上帝是最爱我的 而我们不认识上帝的爱 总是很文梗 很是固执 总是要脱离基督 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活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基督 是属于浪子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的人生 我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属于基督的时候 这一天才是平安的 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 属于基督呢 那么认罪悔改的人有多少 认罪悔改的教会有多少呢 我们是不是总是把自己当成自己的主人呢 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按照我的一举一举一动 上帝如实地一反还给我 而且我的一举一动 我的心里的想法 上帝全都知道 全都在查看 而我们呢 我们总觉得 我心里想的 谁都不知道 而上帝全知道 按照我的预举中 上帝如实地一反还给我 我们的想法和上帝的意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赛亚书55章8节 那么基督的旨意 基督所指引的和我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悔改的时候 就是越来越远离上帝 大家知道不悔改的人 总会抱怨 发怨言 总是灰心丧气 世上发生 大家知道 无论发生多坏的事情 无论发生多糟糕的事情 也不能抱怨 格林的前书十章十节 抱怨发怨言的 只会死亡 而我们抱怨发怨言 是因为我成了浪子 离开了基督 这时候就抱怨发怨言 基督主宰着我的心怀意念 这时候我才是个圣徒 才是基督徒啊 我的想法和上帝的意念 相差甚远的 我们觉得我的想法特别对 哎呀 二应该得四 我们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们觉得我的想法特别对 合乎道理 合乎理论 而这是我的想法 只是属于世俗的理论而已 而这些都是败坏自己 败坏身边的人 喜乐是上帝给我的 获得了信心 这时候是获得喜乐的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当今的教会始终不认识什么是信心 只有属于基督了才能获得信心 靠基督使我们获得信心 彼得签书一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好多人说 格林德后书五章十九节 我要属于基督了才能遇见上帝 我要属于基督才能得到基督的引导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呀这个人好有爱心呀 到底什么是爱心呢 爱心是不会背叛的 爱绝不背叛呢 离开了基督 离开上帝 那不叫爱 我属于基督的时候才能遇见上帝 基督和爱就是一体呀 有忍耐的人有爱心 那有爱心的人绝不背叛 有爱心的就是上帝呀 上帝基督这都是一体呀 一个人经常离开基督 那不叫爱 我们为什么始终不分辨 我到底是不是属于基督的呢 我没有感谢的时候 心里不感恩 不感谢的时候 说明我又离开了基督 上帝的旨意是感恩感谢 我进入到基督里 我属于基督的时候才能感恩感谢 上帝的旨意就是感恩感谢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都是感恩感谢 因为我们认定的是上帝 投靠的是上帝 罗马书15章13节我们读一下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 盼望 这一切的盼望是上帝给我的 那么好多人说信 这信心是什么呢 甚至很多人 却不承认这个信心呀 大家知道马太福音8章13节 只要有了这信心 照着信心成全一切 而很多牧师呢 都不承认这信 反而是否认了圣经了 罗马书15章13节 上帝赐予我一切的喜乐 上帝赐予我一切的平安 当我有信心的时候 我有了信心 就能得到一切的平安和喜乐 因为这信心就是救主 主耶稣基督啊 主耶稣基督诞生了 主耶稣基督进入到我心灵里了 这时候就是信心呀 彼得前书一章21节啊 不认识基督的话 也得不到信心 信 唯独是靠着基督 才能获得这信心呀 基督要引导我的心呀 基督要赐予我祝福啊 而我为什么不愿意得到基督的指导呢 我的想法总是与上帝作对 我的想法总是让我脱离基督啊 我的想法就是我的仇敌 好多人总是活在自己的想法里 觉得自己的想法特别对 很多人讲话做事 就是脱离不了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活在自己想法 活在自己理论的 那都是要失败 都是要走向败坏的 我的想法只会败坏自己 不仅杀害自己 也杀害儿女呀 很多人觉得自己特别明白 很多人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而投靠我的想法理论的时候 都是与上帝作对的呀 尼赛亚书55章8节 那么再说的各位 我们要警醒过来呀 只有基督是指引我路的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遇到困难了 遇到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候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 这时候上帝引导我 上帝引导我的心灵 那么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需要考虑的是 这件事情是蒙上帝喜悦的吗 我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呀 我蒙上帝喜悦的 我的一举一动 我做的这件事情 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给身边的人是带来益处的 而只求自己的利益 害到身边的人 那不是蒙上帝喜悦的 马尔可福音10章18节 在这世上 只有上帝是善 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一定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罗马书14章18节 我们在所有事情上 服侍基督的时候 是蒙上帝喜悦的呀 我们真切地服侍基督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指导我的人生 上帝负责我的人生 我们先好好观察一下我自己 先看一下自己的家人 我看不清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话 通过我身边的人 通过我周围的一举一动 就能照出我的镜子 哦 我看的这个很烦 原来我就是这个样子 原来我就是这么烦人的呀 这都是我的镜子 是我的模样 是我眼中的凉目 是因为我内心贪婪 所以我看得见的 都是别人在贪 我们争吵纷争 都是因为心里的贪婪和私欲 我们国家最近出很多事 有很多新闻 这都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百姓 我们的国民太贪婪了 我们贪婪 所以追求名誉 追求的是自己的名声 这都是堕落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很了不得 却不认识什么 是最宝贵的 最宝贵的是基督 我们要认识基督 基督引导我的路 基督指导我的人生 只要认识基督了 这世上的一切 世上再好的一些 都是虚无的 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是诚实的 大家知道 诚实的人 一个地方有一个诚实的人 这个地方就能成功了 昨天我看见 有个大学生 卖地瓜 那那个大学生 卖地瓜的时候呢 好像很害羞一样 好像感觉自己 跟这个地瓜 没什么关系 我条摩师就劝勉 这个学生 这位学生 你是卖地瓜的 你都离得远远的 谁来买你的地瓜呢 你既然卖地瓜了 那你要真心地要 你给别人带来 益处的心 来这里卖地瓜 要诚实地卖地瓜 我做一件事情 为的是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这时候才能成功 而您这个态度 好像是迫不得已的 就是为了来赚钱 这时候是做什么事情 做不好啊 那么 我们去上班也好 还是去做什么事情好 凡是抱怨 抱怨的时候 都是因为我心里有贪婪 有贪心才会抱怨 这和基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无论我处于什么情况 我一分钱工资也没有 我也能感恩感谢 我感恩感谢 上帝给了我这份工作 上帝补偿我 上帝赐予我祝福 只要我蒙上帝的喜悦 上帝赐福予我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都要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这才是属于上帝的呀 我们找一下哥罗西书 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我们做一件事情 不是看工资啊 现实生活中 不代表一切 上帝在查看我的一切 而我们呢 我们总是在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 却忘记上帝在处处 查看我的一举一动啊 我们获得智慧属于基督吧 这智慧是上帝给我的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二十岁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以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照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释放的 乃是主基督 阿们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给主做一样 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一切 这都是主为了我而做的呀 我今天去打扫卫生 这件事情也是上帝为了我而预备的 因我的罪过和祖上所犯的罪过 我本来是很凄惨的命运 我眼前重现的这一切 这都是我祖宗所犯家的罪过 上帝的公义 把这一切如是返还给我 十篇五十篇二十一节 所以我们千万别抱怨 反而感恩感谢呀 我遇到特别特别苛刻的主人嘛 感谢吧 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 感谢这是上帝给我预备的 这样认定上帝 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补偿我 上帝负责我的工作 上帝负责我的人生啊 再说的各位 在基督里 我们要彼此顺服 彼此劝勉 再说的各位 与基督同行的 这是最高的祝福 也是最好的祝福 主耶稣基督要引导我的路 主耶稣基督要引导我的一举一动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分明是没有交给主 反而是靠自己了 哎呦 这可该怎么办呀 全于靠主啊 无论是在大事 小事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 无论是多小 多细微的事情 都投靠主 主耶稣基督引导我 主耶稣基督指引我的路啊 那么这时候就不是靠自己 真切的祝愿大家 只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引导啊 主耶稣基督引导我 是引导我得永生 引导我得祝福 引导我 领受祝福 上帝为我补偿一切呀 而我得不到祝福的时候 非明是投靠自己 非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非常固执 顽扯 固执的是与上帝做对的 上帝喜欢的是顺从 上帝喜欢的是听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比献礼拜更为 更猛 沙姆尔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 顺从上帝的话语 圣四献礼拜呀 那有些人说了 哎我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我头脑特别聪明 我什么都很精明 但却特别固执 固执的就是不悔改的 固执的 赶紧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哎呀 主主帮助我 使我放下我的固执 使我放下一切的想法和理论 顺从吧 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啊 顺从的时候是有奇迹发生的 苏联一度强行的指推崇共产主义 而是非常固执的 我们追求的是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见证的是主耶稣基督啊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爱 主耶稣基督是拯救我生命 使我得救赎的 主耶稣基督不是人的思想 也不是人的理论呀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分享的是爱 给了我们爱 指引我们一条活路 我们相信我们领受这祝福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在基督里面生活 得到基督的引导 我父啊 只有基督是引导我 走向得福的路 我父 我为所欲为的时候 我以为很自由 我以为特别好 其实就像浪子 离开家的时候呢 好像特别自由 特别好 结果最终 沦落到猪圈子里 最终沦落到 什么都没了 曾经的朋友也没了 最终就凄惨地 沦落到猪圈里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我父啊 我现在是属于基督呢 还是离开了基督呢 我现在也为自己 特别有钱 好像我身边 有很多朋友嘛 求主帮助我 这正是走向败坏 不与基督同行 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就是走向败坏的 只有在基督里 是平安喜乐的 只有在基督里 是崭新的新人 只有在基督里 才能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我父啊 无论是多严重的问题 在基督里 这一切的问题 都能得到解决 而我们却总是不想 我们总是不愿意 领受基督的祝福 我们始终不愿意 进入到基督里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到 只有基督是指引我路的 只有基督是我的师尊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听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 赐予我们的祝福 使我们做上帝话语的见证人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